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發信 在週三的凌晨,歐國杯外圍賽分組賽繼續上檢 其中身處F組的瑞典將主場迎戰奧地利 目前手握10個積分的奧地利旁有強對風範 他們歐國杯外圍賽的攻防表現令人放心 今次面對手循環交鋒敗在自己腳下的瑞典 奧地利有力雙殺對手 法歐自古以來就是擇神風的忍辱之地 而瑞典也不例外,隨著薩拉坦伊巴希莫域退役 瑞典的眾多新新代球員都迎來華麗的篇章 諸如阿歷山大伊沙克、迪贊古魯斯夫斯基和基約基里斯等人 如此進攻陣容兼具活力和經驗 接著打造新王金一代的盛勢 然而所要指出的是,瑞典的短板都相當明顯 就是中逐是無人可用 而且若不禁風的後防更是他們的一塊心柄 這也導致了球隊近年來和強隊交手時呂呂破壁 而今屆歐國杯外圍賽就是最好的證明 目前四輪分組賽戰敗,瑞典取得兩勝兩負的中規中拐戰爭 其中兩場失利就是比比利時和奧地利這樣的勁女擊敗 因此金仗比賽再戰奧地利,瑞典確實不宜高估 奧地利近年來聲明著起,球隊仍來人圓井噴旗 馬蘇、薩碧莎、干納拉、馬和基斯道夫、鮑加特納等人 無論經驗和技術都不足 而且作為隊長兼後衛的大衛艾拉巴 都彌補了他們多年來防守的短板 列治球隊雖然不如英、西、法等全島豪門般聲光吹慘 但在歐洲賽場上絕對是一支不可忽視的隊伍 要知道,在歐國杯外圍賽四輪分組賽戰壩 奧地利取得三勝一和的價值 並與小組第一的比利時同職10分 球隊的晉級形勢一片大好 值得提的是,奧地利目前歐國杯外圍賽攻入9球 其中基斯道夫、鮑加特納一人貢獻了3個入球 和2次的助攻 4場比賽創造了5個入球的數據 都令他成為歐國杯外圍賽表現最好的球員之一 今次面對手下敗張碎碟 奧地利值得支持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BYE BYE!